这个自带BGM的男人是本番男主 凭借成熟的装逼技能成为了学校风云人物 今天他将代表全校学生为高三毕业生演讲致辞 不料一个混混手拿棒子气势熊熊的冲上了舞台 小田老师本想阻止 却被对方一棒子挥了过来 心爱的发型瞬间凌乱了 而这一切都是深赖背后在暗中指使 就在此时 护肤狂魔8823带着一众小弟赶来救场 然而版本却表示对方不要轻举妄动 然后淡定的继续演讲 遭到无视的阿将愤怒的冲了上去 结果都被版本灵活的躲开了 最后一招斗牛大法 直接让阿将冲下了舞台 看到这一幕的同学们惊讶的尖叫了起来 纷纷为版本的机制而鼓掌 然而遭到戏弄的阿将很快便重新返回了舞台 可他却递过了版本的实力 谁知下一秒 版本竟顺着梯子爬上了高处 将自己置身于无处可逃的境地 可即使如此 阿将的攻击仍然没有对版本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自己一不小心从高处坠落 好在关键时候 版本及时抓住了他的手腕 但阿将似乎并不领情 因为在他看来 版本一直都看不起自己 所以他也不需要版本的同情 可即便伤痕累累 版本仍然不肯松手 并且不断地鼓励阿将 可最后还是不小心滑落了 不料版本再次神奇地抓住了阿将的手 这倒挂金钩可还行 不过这反重离衣服必须得吐槽下 看到版本为了救自己 裤子都掉了 阿将终于被感化 偏落地的二人一起向同学们谢幕 这部不同寻常的演讲 让人一时之间分不清真真假假 所以阿将作为特邀嘉宾并没有受到处罚 但不良少年们却为此感到深深的担忧 他们害怕自己也会像阿将一样 被深赖洗脑从而迷失自我 35岁的深赖一直不肯毕业 最主要是因为受恐以及对自己极度的不自信 所以一直待在这小小的校园内寻求庇护 得知一切的版本令马有了好主意 在告别仪式上8823带领着小弟 恭喜深赖先生毕业 深赖却不买单 不料竟被公开处刑 这一下深赖不想毕业都难了 从那之后深赖再也没有出现在学校里 不过经常有人在海边看到他 看来是彻底修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而那之后学校又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版本竟然要转学了 这一天所有的同学们都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在下版本有何贵干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是彤彤 让我们下期继续吧 Muah Muah Muah